大家好,歡迎收聽網上編輯節目 這是一個新的環節,叫細說天下 在細說天下裏面,我將會講解世界上不同國家當中發生過的事件 從中了解不同事情的全貌 在上一節,有網友留言說到 將一個處於混亂的國家重新統一起來 這一樣的確是一件非常艱難的工作 尤其是他要面對極端暴力分離主義恐怖分子 再加上國內的寡頭勢力往往在背後能夠左右大局 他走每一步都要步步為營 走錯一步都可能粉身碎骨 另外,也有網友說到 普京做事經常以非常手段對付正敵是一個冷血的人 不過,有一件事我們要記住的 就是我們生存在一個相對的世界裏面 如果你是和一個繁榮穩定又富足的社會來比較的話 普京做事的手法的確是冷血的 但如果能夠代入在他的時代背景來思考的話 那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看法 好了,廢話笑說 馬上進入第五節的細說俄羅斯 今集中文字幕製作 受到操縱在背後的寡頭壟斷 但同時又不受到國家權力約束 市場、經濟、有關合理競爭和資源合理調配等都成為兇話 普京當政後在第五年即到2004年 雖然幾經恢復的國有企業 去到2004年都是佔俄羅斯的GDP的25% 而俄羅斯政府的稅收絕大部分都是來自國有企業 當中國防、國家機器的正常運作、社會保障 通通都是來自這25%的貢獻 即是意味著GDP總量的另外75%的私有企業 對國家並沒有承擔他們應該的責任 除了少數寡頭享受豐厚的利潤之外 對其他人是沒有任何好處 沒有任何益處 而當普京在上任的時候就曾經宣佈過 那些有錢人不應該控制社會的 寡頭也不可以的 也沒有權力影響政府的決策 如果有人不喜歡這樣的話 如果有人已經習慣了無政府主義的話 那很對不起 他們必須要遵守新的規則 我發誓要將這個寡頭的階層消滅了 沒多久之後 他說過的話開始逐一對演 普京首先把矛頭對準了 古辛斯基和別列佐夫斯基 逼得他這兩個人流亡海外 那我先講下古辛斯基是什麼人 他就是古辛斯基 他本人就是猶太人 1952年出生於莫斯科 在1989年 古辛斯基就持有一家公司叫喬公司 在當年的10月 這家喬公司就開始涉足金融領域 後來又開辦銀行 那他自己也出任總裁 去到1992年 古辛斯基就將喬公司 改組成一間股份集團 開始將經營項目轉到媒體上 也創辦喬媒體集團 而他認為自己出身很普通 要在社會有些影響力 有些好照力的話 就需要建立一套媒體出來 從根本上控制俄羅斯的輿論導向 實現到就算不做總統 都能夠左右政府 去到1996年 當時葉利欣尋求連任總統 不過當時他也面對很大的難題 就是葉利欣的對手非常之厲害 在民意調查上面曾經一度落口 正因為這樣 他就找了古辛斯基的媒體幫忙 就為自己壯大聲勢 也因為獲得古辛斯基的幫忙 葉利欣在第二輪的全民投票之中 贏取勝利 但是古辛斯基也是非常聰明的人 錢多不要緊 但不要從政 在1997年 古辛斯基就利用國營天然氣工業公司 對電視公司提出資金的支持 並且迅速擴充了僑媒體集團的影響力 然後就進一步 組建和兼聘了當地多家媒體的企業 去到1997年的下半年 到1998年年初 當地就掀起了新一場的媒體大戰 而在這場媒體大戰裡 古辛斯基就希望借助西方的投資 就在俄羅斯建立一個實力強大的 現代化通訊、電視和網絡的技術公司 不過他就拒絕了俄羅斯政府出面調停 反而就和其他寡頭 展開了一場不擇手段的競爭 到後來 這位人兄曾經干涉過當地的政治事件 搞到葉利欣很麻煩 在1998年的經濟危機之後 俄羅斯也要面對不同的政治危機 正因為這樣 就促使葉利欣急於尋求新一個接班人 當中獲得別列佐夫斯基的極力推薦下 葉利欣就篤定選了時任總理的普京身上 但是古辛斯基也沒有就這樣放棄 他在背後扶食了一個代表他的 叫做普利馬科夫 競選下一屆俄羅斯總統 而古辛斯基之座的議會力量中間派主義 這個叫做祖國運動黨 就在1999年的下季迅速崛起 當時還有機會和寶京一決告下 而葉利欣事後也回憶 正是因為這些寡頭之間毫無規則的 殘酷鬥爭 導致在1998年的經濟危機 和三次最嚴重的政府危機 而這些危機不僅使俄羅斯的經濟進一步衰敗 甚至破壞整個社會制度的穩定性 而普京在1999年出入俄羅斯總理之後 為了打擊車臣恐怖分子 囂張的氣炎為了消滅武裝的力量 也果斷地在1999年徽軍進入車臣 指揮第二次的車臣戰爭 正因為這樣普京的民望日漸提升 不過古辛斯基就沒有因為這樣而停止 他就因為手上有大量媒體工具 他就將普京所做的事扭曲 在他的媒體上扭曲他 說普京的行動是醜化俄羅斯 令到在當時的俄羅斯掀起一陣的反戰浪潮 而獨立電視台對第二次的車臣戰爭 進行了全程跟蹤的報導 而且也特別放大一些血淋淋的作戰場面 正因為這樣挑動了當時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 而去到2000年的春季 普京就當選俄羅斯總統之前 古辛斯基所掌控的媒體《覆蓋律》 當中是可以跟政府手中的媒體互相抗衡 而古辛斯基一度被西方傳媒認為 他是新聞自由的典範 而正因為這樣去到2000年的6月12日 當時普京就出訪西班牙 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院 就對古辛斯基突然採取行動 以涉嫌侵吞巨額國家財產為由 將他拘捕了10天 出現這件事件之後 普京為了緩和各方面的壓力 去到2000年的6月16日 普京就在古辛斯基關押4日之後 就向總檢察院暗示要他放人 隨後俄羅斯總檢察院 就對古辛斯基侵吞詐騙巨額 財產就進行了正式指控 去到11月13日 俄羅斯總檢察院也採取進一步行動 正式指控他非法獲取3億美元的借款 相當於當時50億的勞報 但當時古辛斯基就沒有在指定時間出庭 正因為這樣 在第二天就宣布全國通緝古辛斯基 同時也向國際發出紅色通緝令 要求國際刑警將他緝拿歸案 同年12月12日 古辛斯基就在西班牙家被捕 後來古辛斯基就被西班牙國際刑警組織 押解到馬德里接受西班牙法庭的審訊 三個月後西班牙法庭就宣布 他可以交納550萬美元的保釋 今後來也獲得釋放 其後他也回到西班牙別墅居住 去到2001年4月18日 西班牙國家法院裁定古辛斯基無罪 也拒絕俄羅斯的引渡要求 同時他也是一位有雙重國籍的人 另一個國籍是以色列 釋放了之後 無罪之後 他就去了俄羅斯居住 從此他就沒有再回到俄羅斯 之後他也都在以色列做過不少的事情 不過已經不再算得上屬於俄羅斯有什麼關係 而且他也都離開了俄羅斯一段長時間 下一位別列佐夫斯基 這位別列佐夫斯基是什麼人呢 他真是非常之厲害 在眾多寡頭之中 他不單止富可敵國 同時他也是葉利欣身邊的大紅人 而且他也是一位曾經控制著俄羅斯政壇的寡頭 本來這位別列佐夫斯基是一位數學教授 在蘇聯解體前全國動盪之際 他真是厲害 可能他真是計數很精明很厲害 利用了他的數學天賦 從中發現到一些商機 當蘇聯解體之後 整個俄羅斯處於一個亂局之中 他就趁這個亂局賺到一大筆錢 透過利用一些國家的漏洞 成為全俄羅斯的首輔 葉利欣作為俄羅斯首任總統 他很清楚這些寡頭的錢怎麼賺回來 這些人明顯是發了國難財 葉利欣就靠著借助這些寡頭 來借助他們希望能夠繼續統治俄羅斯 於是別列佐夫斯基就順理成章 成為葉利欣身邊的一個大紅人 在1996年的時候 我之前也說過 葉利欣在大選恐怕都會失利 當時他也求助別列佐夫斯基幫忙 利用這位人兄手上控制的媒體幫他做事 正因為這樣也順利扭轉了葉利欣的失利局面 到他成功連任之後 自然要分餅仔分給他 正因為別列佐夫斯基是葉利欣身邊的大紅人 葉利欣非常信賴他 他的商業帝國越做越大 而且能夠左右政壇 正因為葉利欣信賴和支持 然後他做事也都越做越大膽 表現也都越來越高調 他不像其他寡頭一樣低調行事 更加他要加入俄羅斯政壇做官 正因為這樣 為他後來的結果埋下隱患 到1999年 普京出任俄羅斯總理 在當時來講 1998年至1999年之間 葉利欣經常換總理 究竟誰會是葉利欣的接班人 當時很多人都是這樣看的 會不會是別列佐夫斯基做接班人 但是葉利欣做了個決定 他自己辭去俄羅斯總統 因而普京自然做了代總統 這位別列佐夫斯基看在眼裡 自然跟紅頂白 他就壓住到普京 他利用他的媒體 不停幫普京唱好 亦都很支持普京成為總統 但是俄羅斯的另一寡頭 就是我剛才提到那位古新司機 古新司機的電視台 就不支持普京 別列佐夫斯基 就利用自己的媒體 和普京站台 大家可以看到 媒體都是被不同的寡頭控制著 效果就很嚴重 當時普京一當選之後 就向民眾承諾過要堅決打擊這些寡頭 就算上過這個人的甜頭 他都會去打擊 我相信別列佐夫斯基 當時真的慢慢都想不到 當初我這麼支持你普京 你現在竟然調轉槍頭搞我 正因為這樣 他旗下的媒體也開始向普京開火 他旗下所有的電視台 全力炮轟普京 希望能夠進一步打壓他的威望 要求普京屈服他 不過他這樣想 就實在太天真了 後來他也成為普京的重點打擊對象 之後他被指控多行涉及金融詐騙 探戶等等罪名 為了避免起訴 他在2001年 就去到英國尋求政治庇護 去到2006年 他的老友同樣都是流亡了去英國的俄羅斯叛徒特工 利特維連科 就被人利用一些放射性元素毒殺 在2008年他另一位老友 是一位格魯吉亞商人 叫做鮑蒂 亦都在英國離奇死亡 去到2013年的3月23日 比利佐夫斯基被人發現於英國伯德克棍的住所當中 死因不明 從此他的傳奇就結束了 剛才我提到這兩位寡頭 他們手下都有不同的傳媒 正因為這兩個人的失敗 導致他手下的傳媒企業都被收歸國有 而另外石油大亨叫做阿列克斯普約夫 礦業大亨波塔寧也先後被起訴 不過真真正正的大器 是在2003年俄羅斯檢察機關逮捕了 霍多爾科夫斯基 這個人是什麼人呢? 大家見到 看他相貌都頗為帥 當時他很年輕 只是四十多歲 而他是1994年俄羅斯政府 大肆戰賣國有資產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在2003年他憑借80億美元的個人資產 被美國福布斯雜誌 當時列為全球十大富豪之一 而這位人兄也是公認的親美派 在他財團底下 有很多帶有美國背景的人和國際組織支持他 當普京就任俄羅斯總統之後 霍多爾科夫斯基也憑借他雄厚的財力 積極地向政界滲透 希望在政府尋求或培植自己的代言人 他向道馬三大反對黨提供資金的支持 這位人兄也表示過要向親北京的統一俄羅斯黨提供資金之助 為甚麼呢 就希望這個政黨以後將來不再繼續支持普京 去到2003年年底的議會選舉和2004年的總統大選前夕 霍多爾科夫斯基聯合眾多富豪 就計劃在議會內組成一個自由派的多數派 從中希望可以推舉他自己成為總理 正因為這樣 他被當時的俄羅斯富豪們推舉他為合適的人選 但沒多久他就放出消息 聲稱他會在2007年退出商界 在2008年參與總統大選 不過他在2003年10月25日 俄羅斯總檢察院就逮捕了他 甚麼理由呢 就以詐騙、塗稅、偽造公民和侵佔他人財產 他不執行法院判決等等的罪名向他提出刑事起訴 而這項行動就等於截斷了在俄羅斯議會內部反對派的裁員 阻斷了寡頭代理人在選舉中輕風作浪 霍士被捕後引起俄羅斯內寡頭代理勢力強力反彈 在沒多久 包括連總統辦公廳主任 玉洛珊也向普京提交請辭議事抗議 當時接替玉洛珊的位置 就是後來成為俄羅斯總理梅德偉傑夫 可以見到壓力不單是來自政府內部 包括連俄羅斯當時的金融界 也以股市暴跌來回敬普京總統的做法 艾克森美夫和雪佛蘭德士股等等的美國石油財團 也宣佈終止與尤科斯合併談判 面對國內和國際資本集團壓力和遊說 普京都表示沒有與商界有對話的打算 他就是這麼強硬 對上次作出這麼強硬的拒絕對話 當時就是對付那班車神武裝分子 正因為這樣也獲得來自美國政府大量的批評 但是俄羅斯外交部也以措辭強硬來回應 那有什麼原因令到普京有這麼有底氣 可以這麼強硬呢 主要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獲得民意的支持 當這位霍多爾夫斯基被捕之後 普京的民意支持率曾經一度升至超過80% 很多受訪者認為他是俄羅斯當代最偉大的領導人 排名甚至乎超過史太林 也因為這樣成為他在2004年 普京成功連任總統的決定因素 後來去到2005年 霍多爾、霍庫斯基最終被判刑 旗下油科斯公司的內部部分的石油公司 和銀行最後以拍賣的形式重新收歸國有 安年一個季度由於追繳油科斯公司的偷稅稅款 就令到那個季度的國家財政盈餘大幅增長 由此可以見到 寡頭經濟對國家實力的侵蝕真的非常厲害 說到這裏 很多時候政治就好像一種走三步就退兩步的遊戲 這一次也不例外 有些事情很多時候都是這麼巧合 在2005年3月17日的早上 這位俄羅斯的私有法之父邱拜斯 當時他就在任俄羅斯統一電力系統公司總裁 在他上班的時候 竟然遭遇到有人想行識他 不過幸好他又撿回一條命 沒事 不過在兩天後 嘗試刺殺他 是一名退役軍官 他的名叫做克雅其科夫 就被俄羅斯的安全部門拘捕了 後來盤問他 他就說 為何要刺殺優拜士 原因就是 對他長期的不滿 當這宗消息傳出之後 公眾竟然一面倒同情 哈哈 這位軍官 克雅其科夫那邊 沒有人去理會這個差點無命的優拜師 他作為私有法之父 可以見得到他是多不得民心 很快 這場輿論就演化成公眾 對多年通過私有法運動而發大財的寡頭 作出聖徒 正因為一種聲浪 原本 霍爾多科夫司機被判刑之後 有一班 已經是非常腳振的寡頭 變得更加緊張 因為連整個俄羅斯的民意都一面倒 去罵爆這班寡頭 他們很緊張 正因為這樣 普京就在當年3月24日 專門會見了國內各企業的代表 就跟他說 希望穩定大家的關係 不會再對所有制裁重新劃分 並且建議將之前因私有法運動之中 相關的違法活動的訴訟時效其中10年 縮短到3年 而開出這兩條條件 就是令到各個財罰大派定心院 很多人都是因為霍爾多科夫司機被捕清算 真是沒有教訓 聽到他這樣說 聽到總統這樣說 亦都非常安心 正因為這樣 很多這些寡頭之後 亦都不會再像以前那樣 對政府起鋼 處處針對政府 大家都變得很修煉 而這種進三退二的做法 無形中 就擺平了俄羅斯境內的各個寡頭 在背後操縱國家的力量 而霍多爾科夫司機這一案 最終令到俄羅斯政府掌握了超過50%的石油天然氣生產 能源出口 亦都替俄羅斯提供一個很穩定的財政來源 同時在國際政治博弈當中 俄羅斯政府也手上多了這一張經常拿來洗的牌 你可以說他不講信用 但有時國與國之間的博弈 最終最終都是講實力 某種程度來說 軍事力量和石油已經成為俄羅斯外交博弈之中最強武器 講到這裡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驚喜這段時間 做過什麼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圖 左邊最左邊那張 看到他很大隻的釣魚 當時在2007年8月 而他站在非常寒冷的西伯利亞河流 又釣魚又騎馬又游水 上面的圖圖屬於2000年9月5日 在東京武道館裡展示他的油道 下面的圖圖 中間下面的圖圖 你看到他就按著老虎 在2008年當時他參觀了烏蘇里崗國家公園 同時也純覆了這一頭東北虎 他量度過他的牙齒長度 以及在他身上扣了一個跟蹤器 不過那次很不幸 那隻老虎就死了 還有在最右手邊下面這幅圖 我剛剛不小心遮住了 這幅圖就是在2009年8月1日 在世界上最深的湖泊貝加爾湖 坐著這隻潛艇深潛1395米 同時他也在水底裡 對記者發表過一些講話 他這段時間除了打擊整敵 打擊寡頭之外 還有做了這些宣傳活動 這些都挺有趣的 所以我覺得今節就講到這裡 看法都差不多了 下一節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他在2000年打後 有三項新的政策 能夠進一步鞏固他在俄羅斯的威望 那就密切留意下一節的細說俄羅斯 拜拜